第383奖 在听法的时候 听闻到现象的地方 就会防护烦恼 因为听闻圣里里 有一条就是 新造作节气流 同学能找到多少页吧 班长会不会很熟啊 一说你们就知道 是多少页 第23页 说若讲文法 知恶要故 一是因缘 则息所及 于法 法师 不公信等 一切业障 息能清静 诸心己 意 结气流 你看听着一座法 它的力量有多大 过去书圣经 不公敬的这些业障 息能清静啊 还有新造极的 就不要再造了 结掉了恶趣的 恶业那个音了 所以 当我们剧足听闻的前行 认真的文法的时候 是会对自己的生命 产生非常大的饶意的 很多人会认为 听一次 我是可能想不起来的 我必须过后 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夫 好像 听一次 第二天 想不起来 但是呢 我觉得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 你用全部的注意力 听一次 然后之后 就会常常明显 因为你可以在我们的经验里 找到这种事情 比如说 我们会因为别人 伤害自己的一句话 然后就记着了 然后那句话 老重放 会不会有这样的 就一句重放 其实那个说话的人 说话的那件事 和那时光 已经永不会再来 但是那个伤害自己的话 就会重放 好像永不磨灭一般 为什么印象那么深 它就自动地重播呢 那能自动地重播伤害 不能自动地重播法义吗 所以说 就会有一个批语说 磕石头和化水 就在水上画画 那 我们最好把法医 像磕石头一样 磕在心里 如果 没办法 对近数数的遗忘 那常常串席 就是解决之道 化烦恼 要像化水一样 清清淡淡地 甚至马上就没有了 这最好了 所以在研讨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全神贯注 让我们的心深刻再深刻 清晰地抓住那个锁破 就是抓住师父所讲的 那个明辨力 认识它是什么 等到下一次 我们的相续里 再出现这种烦恼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一下就认识它 用政治辨识它 一旦辨识出之后呢 我们就会警觉 然后就会出现 像入行论所说的 如数因暗注 我们就不会再往下进行 所以有的时候 师父的开示 一惊入耳 就会非常的深刻 进入内心 然后就会反复地重现 有的时候是 毫不费力地重现 当然这是说 我们对善知识 有信心 具有一个很大的加持力 我们内心的虔诚 还有上师的悲心 所有的力量合起来 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呢 会的 所以你就很相应 但是如果说 没有达到这样 你也不用苦恼 因为心是无自行的 你透过反复地努力 也是能够慢慢地记住 到那个关键时刻 就是请控制住自己 然后不要早恶业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是非常值得努力的 对不对 在讨论某一种状态 会造地狱音的时候 我们讨论到说 如果对近视剧烈门 自己又完全符合这种状态 然后心里非常非常害怕 心就揪在一起了 好像看到了这行字 观察到了自己的状况之后呢 就会处在一种 极度恐怖的状态 这要怎么办呢 想跟大家说 当我们的内心 升起恐怖的时候呢 不要滞留在那个恐怖的时间 太痛苦了 因为呢 我们恐怖的是 那个地狱的结果 而现在呢 还没有成熟为那个结果 我们还是有能力改变的 我们可以用一些心理来分析 如果是一非常强猛的 称心对剧烈门 那就会下地狱 所以对剧烈门 我们要防范的就是称心 同一否对吧 还有呢 不静 烦恼赤圣 等等各种状态 我们对于书圣境 不防范自行的话 就非常容易造极 很猛烈的地狱业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主要的注意力 恐怖呢 不是复法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只惜痛苦 才是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要去分析说 地狱的果报是有因的 那因是什么我们要认的 一旦认得了那个因之后呢 我们要在因上防范 那防范因呢 就需要认得这个因 当这个因要线没线的时候 我们内心要生起警觉的状态 注意 是一种警觉的状态 就是政治力 你会判断了 注意 下判断 此刻我造的是什么 也 我要小心了 当我们发现 一下子又造了那个因了 怎么办呢 就是千万不要放置 不管 马上去忏悔 因为有三书佛的忏悔法 是有法可以对质的 那么另一种偏实就是 反正现在还没有赶在地狱过 所以我也 不用那么特别在意 还继续马马虎虎的 那这种状态呢 可能你会进入 叶果鱼的这个愚昧 真的会造三途的恶业 这种状态是极不可取的 所以太松和太紧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听了这段之后呢 要留心一下 自己对自己的判断 注意 判断呢 就是说 识别某一种状态 可能会去造作三途的因 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如果知道了的话 在那种状态要来之前 就赶快去防备 这是最稳妥能胜利的 那么对于距离夜门呢 其实有一个很容易的方式 就是保持感恩心和恭敬 当你要去面对距离夜门的时候 先要准备一下 就是提正念 因为这个是稍作损益 结果就要么很好很好 要么很糟很糟 所以平常的时候 如果能怀着一种尊敬的心 来跟别人讨论佛法的道理 一种很恭敬对方的状态 这可能是不容易 给我们衍生后世麻烦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我会觉得 在特别特别恐怖的这个问题上 希望大家能把注意力挪到 去察觉什么是地狱音 而不是只是很害怕很害怕 却没有解决方案 然后心缩成一团 吓得不得了 可是却想不到办法 因为佛陀说 因果不是为了恐吓我们 是为了让我们 生起能够察觉苦因的这个察觉力 而且遮止苦因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才是我们 学习因果的一个很好的状态 所以呢 一听到地狱 就心里习惯性地滑到 非常恐怖 非常紧张的那种状态中的同学 你要注意去调整自己 一种调整就是深呼吸 一种调整就是 啊 看一看我又开始进入恐怖的状态 你把你自己和你的恐怖 稍稍分离一下 观察一下 那这个恐怖呢 没有什么好处 最重要的是 怎么解决 还没有发生的 还没有赶果的那个地狱液 一定要把他的阴忏悔掉 所以注意力应该挪到 行动 行动 怎么行动 忏悔 已经造了就要忏悔 没造的就要警觉了 好的 防护自己的自信 好 在刚才无怨无悔的开始里面 老是说 说那个主人翁啊 故事的主人翁 到医院求诊之后 就开始特别口渴 体重暴瘦五公斤 不到一个月 他自己也觉得很异常 最后检查出来 就是得了糖尿病 他先找了很多书 开始研究怎么办 其实精神有一些崩溃 然后辩访一些当教授的医生 这些医生满怀友情的 建言和忠告安慰了他 他这时候心灵非常非常脆弱 已经无法进行工作 无法正常生活 觉得得了这个病之后 就只能一天不如一天的去等死 我刚刚在解释这段是 我跟大家讲过 就是不管是 世间你看到的身体上面 这种有形的病 还是我们在无限生命里面 因为烦恼带来的 这个种种的痛苦跟过患 它都是这样的特征 就是你前面在串习 那些错误的习惯 跟错误的因的时候 你是没感觉的 而且呢 那些坏习惯 习惯嘛 对不对 越串习越高兴 反而呢 叫你腻的习惯来的时候 你会很不习惯 甚至你会不高兴 比如说 不好的饮食习惯 有的人就是很喜欢 大鱼大肉啊 好 然后高脂肪啊 这样子 好 养成习惯之后 他只有这样才觉得愉快嘛 对不对 然后你叫他要改这个习惯 你起来改他说明 还不高兴嘛 对不对 然后等到有一天 然后有一天 那个累积的 那个生病的因子 累积到强度一定强的时候 哇 糟糕 这个心血管疾病爆发 什么爆发 什么爆发 脑血管疾病爆发 那就会突然整个人 的生命就会被病 打垮 烦恼也是一样 烦恼也是一样 我们平常在串习烦恼的时候 串习的时候觉得蛮快乐 顺着自己的烦恼习气 觉得蛮快乐 善知识还是善有 想调整你的烦恼习气呢 你就受不了 你就不想改 可是等到有一天 他润哲的那个恶业种子 越养越大 有一天真的爆发的时候呢 那好 那这一生的现实安乐 都没了 这样 是这样的一个特征 尤其是注意 如果是一直习惯 对距离夜门 发作烦恼习气的话 那个后果 就可怕了 那后果就可怕了 好 所以很强调是什么 听闻鬼里里面的病哲响 就是叫我们平常 你就要对烦恼有警觉 知道自己身上一直带的定时炸弹 用这种心情去听法去求救 所以听到这边讲的病人的欲 要把它用在我们听闻鬼里里面的病哲响 这很重要 好 那现在回到广海明月 广海明月里面有一段老师说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的注意力 恐怖 不是佛法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止息痛苦 才是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要去分析 地狱的果报是有阴的 那阴是什么 我们要认得 一旦认得了那个阴之后 我们要在阴上防范 那防范阴就需要认得这个阴 当这个阴 要陷没陷的时候 我们内心要升起警觉的状态 注意是一种警觉的状态 就是政治力 你会判断了 注意下判断 此刻我造的是什么业 我要小心了 刚刚不是说 那个无缘无回里面讲 那个故事的主人 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 就从一个 这个觉得工作很顺利 然后身体很健壮 也觉得很自负的一个大学教 就突然心灵变得有点崩溃 也不能正常生活跟工作了 对不对 但是处在这种境地的情况之下 要注意哦 老师这边讲的就是一个药领 那其实这个药领还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 当你对烦恼有一点认识了 当你对 聚立业门 对业果的道理有一些认识的时候 然后你突然发现 比如说师父说 棒法罪很可怕 好 结果你顺着师父讲的检查 糟糕 我真的以前犯了很多棒法罪 而且我现在还养成习惯 要改还不容易改 你真的发现那个可怕过患的时候 你会不会恐怖呢 其实会恐怖的 就跟那个人突然被医生宣判 你得了糖尿病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老师说 注意恐怖不是佛法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止息痛苦才是佛法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你碰到这些突然冲击的时候 记得 我们的目的 学佛的目的是要止息痛苦 不是要让自己恐怖 不是只让自己停在恐怖而已 好 一开始当然要恐怖一下 你恐怖你才会知道自己状况不对嘛 否则你就一直觉得自己状况蛮好的 自我感觉良好 那一直坐着云霄飞蛇往悬崖底下冲还得了 对不对 但是你一旦发现事太严重的时候呢 就记得老师这边讲的 恐怖不是佛法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止息痛苦才是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要分析 痛苦是有因的 地狱的果报是有因的 比如说造了半法罪 那个地狱的果报它是有因的 那个因我们要认得 一旦要认得那个因之后 我们要在因上面防范 好比如说 喜欢发脾气的人 发成习惯 后来有一天才发现 糟糕我都是在对距离夜门发脾气 我都是对三宝在发脾气这样 他一旦发现那个结果 就觉得很恐怖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说 不是光恐怖而已 我们的目的是要止息痛苦 你发现这会带来痛苦的果的时候 你要观察它的因是什么 我们要在因上面防范 你要防范因呢 老师说 你就得注意要认得这个因 当这个因还没有陷起的时候 或是要陷没陷的时候 我们心里要产生警觉的状态 然后说注意这是一种警觉的状态 就是正之力 你会判断了 注意下判断 此刻我造的是什么业 我要小心了 我这边帮你们问一个问题 有的人会说 法师我也知道 我过去造的业很可怕 我对距离夜门造了恶业 可是我发现我习惯很难改 我现在就算觉得很可怕 我还是在那个习惯当中 我习惯很难改怎么办 这样子 好 那你知道你这个状态 哪边出毛病了吗 就是老师这边说的 注意 好 你要认得 你要防范的这个因 你就要真的认得这个因 什么叫认得这个因 我讲白话一点 认得他是苦因 认得他是苦因 这才叫认得这个因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讲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讲 假如有一个人 他习惯以前就是从来出门不戴口罩 即使后来COVID变得很严重 然后政府单位卫生大会都一直宣导说 要戴口罩要戴口罩 可是他还是很习惯出门不要戴口罩 一出门之后发现不对 再赶快跑回来戴 然后自己也觉得很烦 也觉得很痛苦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真正认得不戴口罩是苦因 听到懂我意思吗 一旦他真正认得的时候 他心理反应绝对不是这样 一旦他真正认得的时候 他心理反应绝对不是说 还难分难舍 说我就习惯这样 你现在叫我不这样做 我真辨你 我绝对不会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讲好了 比如说以前我们不是讲那个什么 有什么树化剂事件吗 饮料里面被掺了那个起云剂 起云剂里面有树化剂的成分吗 对不对 大人应该都这个反应吧 对不对 大人一看到这个消息 一看到这个新闻 马上以前最喜欢喝的饮料 全部都不敢喝了 因为他认得是苦因 知道吗 会有人说 你讲那个起云剂很可怕 可是我还是养成习惯 就是还要喝啊怎么办 那只有小朋友才会这样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他没有真正认得那是苦因 一旦你真正认得那是苦因的时候 你反应是不一样的 你绝对不会说 我还是很习惯做 我想做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认得是苦因很重要 那你说法师怎么样才能够认得是苦因 关键在这里 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认真听法 认真听法 你才会得到加持 然后师长佛菩萨的视野 才会在说法的过程 传递到你心里 变成你的视野 那时候你看事情的角度 就不一样了 以前你觉得快乐的那些错误的因 你开始就会真的认得它是苦因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其实关键就在这里 好 后面老师说 当我们发现 啊一下子又造了那个因 怎么办呢 就是千万不要放置不管 马上去忏悔 因为有三十五个忏的忏悔法 是有法可以对峙的 那另一种偏思就是 反正现在还没有敢得地狱果 所以我也不用那么特别在意 还继续马马虎虎的 那这种状态可能你会进入夜果鱼的这个鱼妹 真的会造三图的恶业 这种状态是极不可取的 所以太松和太景都是不可取的 太松就是刚刚讲的 对啊我也知道他地狱业啊 可是好像地狱业还没来嘛 那我现在先继续胡来好了 那基本上这个态度世间人都不会接受 好就好像说 哦我想起来了 这个很多人当学生的时候都这样嘛 啊期末考还有两个礼拜还早先不用念 还有一个礼拜还早 还有三天还早不用念 等到你最后发现 哦明天就要考了 你今天想念你也无从念起了 对不对 然后考完之后 大家就去枯墙那边枯 听说那个贴成绩单的墙都叫枯墙 不是这样吗 好所以这是太松的状态 太紧的就是什么 紧张的钥匙 啊我以前造了这么多恶业 我造了这么多棒法罪 我对剧立尔门造了这么多恶业 好像无从挽救 也就变得一点力量都没有 其实不是 就像老师这边讲的 好你千万不要放置不管 你马上就可以忏 有三十五佛忏的忏悔法 是可以对治的 不要忘记那个无缘无悔一开始有讲 那个戏者菩萨 三十五位菩萨行者 都犯了菩萨根本多 他们得到佛多的加持 拜了一轮三十五佛忏 就把整个 范菩萨根本多 就是范菩萨的仲戒 范菩萨的仲戒 破戒的这样子的罪过完全忏掉 而且马上登到出地 成为出地菩萨 所以其实他本身的加持是非常大的 好这点很重要 后面老师说 所以在研讨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全神贯注 让我们的心深刻再深刻 清晰的抓住那个锁破 就是抓住师父所讲的那个明辨力 认识他是什么 等到下一次我们的相续里 再出现这种烦恼状态的时候 我们一下子就认识他 用正知辨识他 一旦辨识出之后 我们就会警觉 然后就会出现像入行论所说的 如数应安住 我们就不会再往下进行了 这边就我们刚讲的那个例子 对距离叶们造恶叶 为什么呢 是不是说 你讲凡夫的道理呢 在世间你可能会打官司打赢啊 你在佛法里面 你再跟人家讲这种凡夫的道理 你会下地狱 对不对 他的要件是什么 第一我是凡夫 我还有无名 第二我用凡夫的道理 我不管佛法 第三可是我的对境就是佛法 就是三宝 我还拿凡夫的道理 跟他讲道理 跟他争 跟他吵 乃至于毁谤 那糟糕了 这就是师父讲的 会下地狱的果报 对不对 所以 怎么办呢 听法研讨的时候 老师说 要全神贯注 要让我们的心再深刻再深刻的 清晰的抓住内心里的那个锁破 好 内心里面那个 该被觉察的烦恼形象是什么 要抓住师父讲的那个明辨力 认识他 这边很有意思啊 抓住师父所讲的明辨力 我刚刚是不是说 你要认真的听法思维 认真的闻思 然后呢 师长佛菩萨的视野 师长佛菩萨对烦恼的那个明辨力 判断力就会传递给你 变成你的视野 变成你的明辨力判断力 条件是什么 认真听 让心再深刻再深刻 好 这点很重要 认真深刻的闻思 关键就在这里 那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下次你对境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闻思到的法义 师长的视野 师长的明辨力 就会在你的心绪里面陷起 你就有机会认得他停下来 所以说如数因安住 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再往下进行 这个错误的方向了 后面老师说 所以有的时候师父的开示 一惊入耳 就会非常深刻的进入内心 然后就会反复的重现 有的时候是毫不费力的重现 当然这是说 我们对善知识有信心 具有一个很大的加持力 我们内心的虔诚 还有上司的悲心 这所有的力量合在一起 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呢 会的 所以你就很相应 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样 你也不用苦恼 因为心是无自信的 你透过反复的努力 也是能够慢慢的记住 到那个关键的时刻就是 请控制住自己 不要造恶业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是非常值得努力的 对不对 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呢 因为有的人常常会有一个问题 他说法师 听是听了 可是我听完就忘了 你不要说对境又陷起又明辨 根本没有 我听完就忘了 我记不住 我听两遍也记不住 我听十遍都记不住 怎么办 然后老师就在这边提醒 其实你是有机会 听一遍就记住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对三世有信心 我们内心有我们的虔诚 我们的信心会引来 很大的加持力 对不对 还有师长佛不上的悲心 这所有的力量合在一起 你是有机会 听一次就在你内心 产生很深刻的印象 这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我这一生 听老师讲法 听师父讲法 我真的有好几次 这种印象就很深了 比如说 我可以很清楚的跟你讲 好 我很多年以来 我听老师开诗 我听师父开诗 从来没有任何时候会打瞌睡 从来没有任何时候 不管那个开诗讲多长 从来不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刚出家没多久 我进凤安寺的时候呢 然后师父都每天第一节课 七点多的第一堂课 给大家每天开诗一堂课 那时候我们是傻啊 这个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后来师父生病 就没办法每天讲法了嘛 每天第一堂课都是师父讲法 可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好像是例行功课一样 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上课之后就会 刚吃完早餐嘛 昏沉 这样昏沉了几节课之后 我觉得也不应该这样子啊 就一直祈求啊 一直发愿啊 后来 有一天 师父在讲第一堂课的时候呢 我听了听了之后 我发现自己又昏沉了 又打瞌睡了这样 然后就一直祈求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那时候心里陷起一种 很强的决断的力量 就是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提醒我自己说 你就要这样子一直在轮回里面 这样昏昏沉沉的泡着吗 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声音 听一点声音出来 我就整个人好像惊醒一样 然后 从此以后 师父讲课 我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打瞌睡过 真的没有 那当然后来听师父开示 听老师开示听出味道嘛 那每次对我来讲 都比听武侠小说还精彩 我怎么会打瞌睡 没什么理由打瞌睡这样 还有一次也是师父跟我讲的 真的是听一次哦 那时候我刚到身上 也是在慢慢适应声寒的作息嘛 要早上起很早啊 要比较早睡啊 然后我以前五岁睡得比较多啊 也没办法睡那么多啊 后来我那时候在当事者 师父有一次就 搬着纸头跟我算了 师父就说 其实呢 晚上你大概睡五个半小时就够了 白天中午呢 最好不要睡 那万一你真的觉得很累 要稍微睡一下的话呢 差不多睡半个小时也够了 所以说这样加起来 一天睡六个小时就够了 师父私下跟我讲的 我也很认真的听哦 很奇怪哦 从那一天讲完之后 一直到现在都是 好 除非我是碰到什么调时差啊 那种特殊状况 否则我平常都是 晚上睡觉自动五个小时 或五个小时多一点 我就会自动醒过来 自动醒过来 然后呢 我第一堂课听老师讲一只法 然后就中间听到老师讲一句话说 诗 师父是非常完美 没有任何过失的 那句话让我听到音响好深好深好深的 深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突然那时候在心里有一种感觉 啊对啊 广论不是白纸黑字讲的要事事如佛吗 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对师父这么肯定的去看呢 但是老师那句话一讲出来之后 我就发现说从此以后 我对师父我对老师的感受跟看法都变了 我在那一刹那我有觉察到说 我以前没有照广乐里面做的 我以前其实我的潜意识里面 我还是把师父当成只是一个比我高明一点的修行人而已 比我高明很多的修行人而已 我没有把他视为佛 但老师那句话一讲出来之后 我就突然体会到那个差距这样 知道什么是事事如佛 跟不是事事如佛的差距这样 就在那一刹那突然变得很清楚很明白 所以那句话我始终都记得到现在 所以是有那个机会 你听一次在你内心就产生永恒的很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可以发生 但是把广论学好 把听闻鬼里学好 就可以让这个事情不停的在你生命里发生 那这样你生命得到的好处就大太多了 后面老师说 所以一听到地狱就心理习惯性的滑到非常恐怖 非常紧张的那种状态中的同学 你要注意去调整自己 一种调整就是深呼吸 一种调整就是啊 看一看我又开始进入恐怖的状态了 你把你自己和你的恐怖稍稍分离一下 观察一下 这个恐怖没有什么好处 最重要的是 但是怎么解决还没有发生还没有赶果的那个地狱液 一定要把他的阴灿掉 所以注意力应该挪到行动行动怎么行动 忏悔 已经造了就要忏悔 没造的就要警觉了 好好的防护自己的自心 这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刚刚讲 你后来发现原来自己造了很严重的地狱液 尤其是对聚立夜门造了恶严 比如说 对着聚立夜门 你还拿凡夫的道理打官司 是不是说 这个会下地狱 又比如说讲到那个棒法罪的形象 对于佛说的法 我们起了一念高下差别的看待 觉得某一些法比较殊胜 某一些法比较不殊胜 犯棒法罪 哪棒法罪多严重呢 比杀进横额杀素阿罗汉 的罪还严重啊 杀一个阿罗汉就五无间罪 那杀了横额杀素阿罗汉还得了 办法所以更严重 发现自己有犯的时候 就老师这边讲 第一个呢 不要让心理习惯性的滑到那种 非常恐怖非常紧张的那种状态 好 因为这种状态 你仔细想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既然这个状态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为什么要留在这种状态呢 好 有的人说法师我赞成 我不要留在这种状态 可是我就是很紧张 我停不下来怎么办 老师后面紧接着讲 一种调整就是先深呼吸 这你一定可以做吧 深呼吸你可以做吧 好 如果你说我实在太紧张了 既然叫我深呼吸 我都深呼吸不起来 那好 你打电话先去找医生 可以吗 好 深呼吸 深呼吸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稳定下来 这很重要 老师很强调这个方法 大家要记得 这也是我们后面学直观 一个很重要的前行 然后呢 这个时候再仔细观察一下 老师说把你和你的恐怖要分开 你不是跟恐怖合而为一的 你是你恐怖是恐怖 好 然后呢观察一下 这个恐怖没有什么好处的 最重要是我要解决 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赶果那些第一月 所以老师说怎么办呢 行动 已经造的要忏悔 没造的要警觉 你仔细想一想 没有别的路啊 如果发现我造了很可怕的恶业 他还没有赶果的话 你仔细想一想 还有什么路 当然就是拼命忏了 当然就是拼命忏了 有人会说 法师我忏悔功率不够啦 忏了万一还是会堕地狱怎么办 我告诉你 有一天你真的在地狱受苦的时候 你受的那个无量的大苦 能够多减一秒钟 你都会觉得高兴得不得了 那一秒钟怎么减的 因为你前面有忏悔过 知道吗 不要说忏悔没有用 忏悔会非常非常有用 我是说 最下限 就算你忏了还是堕地狱 你在地狱里面也减刑很多 你知道吗 你在那么大的痛苦当中 你发现他居然可以减一秒钟 可以停一分钟 你都会感激的不得了 感激你之前有这样做 更何况忏悔的力量是无比的 在大圣佛法里面 师父常说 在大圣佛法里面 你只要具足次力忏悔 没有忏不了的罪障 如果你真的把次力忏悔修得很认真的话 没有忏不了的罪障 另外一个就是 心造的心理要防护 好 那你说法师 心意不坚定怎么办 还是常常容易犯怎么办 听法再忏悔 听法再忏悔 一定要清静善来听闻正法 每天用师长佛菩萨的法音提醒自己 继续走 然后记得 你想放弃的时候 你就仔细想 有退路吗 没有退路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 我当初听到很多 我们当初那个 慈心农场的 一些投入的同学 他们讲 他们刚开始发展 有机无农药事业的时候 很辛苦嘛 一直不成功嘛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为什么肯坚持下来呢 一个想到师父 还有一个想到师父讲的话 没有退路 不这样走 自己跟别人没有活路 他想到没有退路 他就只得往前走 对不对 我突然发现 我这样在慈心农场的历练跟修行 真的对修行非常好啊 也是一样 你面对到自己 改变习气忏悔的 这些修行的时候 你仔细想 除了这样做 除了散毁 除了认真防护 没有其他的路的时候 你当然就会这样认真做啊 关键就在这里哦 好 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广海明月 跟无远无悔对读的部分 这些修行的时候 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